是你的情人 我依然愛你最深 粉絲們唱著李文成名曲 用音樂悼念偶像 快樂 悲傷 都變得很切 中港台3D粉絲 紛紛自發信辦儀式追悼偶像 藝人們也沒忘了 用這首歌曲 來送給我們親愛的Coco李文 就在Coco投期前 中國娛樂圈评论家送組的爆料 李文的富商老公Floos 打算找律師推翻遺嘱 成為法定第一繼承人 他不肯離婚的目的 就是要搞他的錢 要繼承他的財產 港媒也報導李文生前 對於手上的房地產早就有規劃 都以長命氣的方式 跟媽媽姐姐共同持有 有了長命氣這道房線 假如其中一位契約人過世 財產權就會自動轉移給共同持有人 而且不得擅自轉讓 香港媒體統計李文在香港名下 有七個房產 都是豪宅或是相伴大樓 總市值高達台幣8.8億元 其中五個房產有簽署長命氣 分別是跟媽媽以及姐姐能繼承 對比香港的長命氣 立約人死後房產 歸其他契約人所有 但台灣法律如果跟另一人房產共有 死亡後除非有另立遺囑 否則遺產還是有法定第一繼承人所有 可以說立遺囑或者是說生前的贈餘的方式 就是他還活著的時候就趕快把財產做一些分配 台灣現行法律雖然沒有類似長命氣的條款 倘若沒有在生前另一遺囑 過世後房產將自然繼承給另一半或自己小孩 進去洪偉桃 慌容什麼的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對enta video 仁硬 Sahahaha 勇敢與傻家 並起雷生互家 連計劳之二 proseival